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伟 佛教的人生 人生的佛教 王伟 出生于公元七世纪末 当时还是唐朝鼎盛的时期 他家是当时著名的大家族 爷爷王昼 精通音乐 父亲王楚莲亲自教授王伟诗文 王伟的母亲很有教养 又很懂得绘画 王伟小的时候 常常跟随妈妈提笔作画 然而 好景不长 王伟九岁那一年 父亲生病去世了 好在母亲笃信佛法 常常带着孩子们学佛 佛陀的教诲 对少年丧父的王伟而言 是生命的依归 王伟的母亲 面对家庭变故 镇定自若 她遣散家奴 变卖家产 带着王伟和她的四个弟弟 一个妹妹 回到山西娘家生活 她一边烤绣花养家糊口 一边在家中教授孩子诗文 绘画与佛法 王伟也在家门口 摆摊售卖自己的画作 帮助母亲 王伟和大弟弟王晋两个人 都有很好的文笔 为了贴补家用 两兄弟还常常帮人家写文章 赚一些稿费 史书说 王伟在父亲去世之后 侍奉母亲非常孝顺 在当地传为佳话 少年史的家庭变故 让王伟变得成熟 稳重 懂事 即便生活不如意 也不能少了乐趣 有一次 有人登门给王晋送稿费 却找到了王伟 王伟指着弟弟笑着说 大作家在那儿呢 一句话把大家都说乐了 作家这个称呼 由此不静而走 流传开来 成为一个尊称 一份职业 现代汉语中的作家 原来是王伟兄弟的一句玩笑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 王伟对于佛法的学习 也越来越深入 他的字摩羯 与他的名字合在一起 就成了 唯摩羯 是一位与释迦牟尼佛 同时代的居士 唯摩羯 是唐朝人 非常敬仰的 在敦煌壁画中 还有唯摩羯 居士的肖像画 佛教认为 他虽然是一位在家的居士 但是 他在佛法上的成就 与释迦牟尼佛相同 是古佛化身在 我们的世界上 帮助佛陀 弘扬佛法的 和释迦牟尼佛一样 为摩羯居士 一生也在 讲经说法 教学场所 十分灵活 甚至包括 赌场在内 他的听众 也很广泛 涵盖各行各业 佛陀的弟子 在面对 唯摩羯居士时 也会像他 执弟子里 就像面对佛陀一样 正因如此 佛陀教育 流传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人 以师道 传承佛法 两千年来 未曾间断 大概是受了 维摩羯居士的启发 王伟一生 奉佛 却并不远离官场 可是 他虽然一生为官 却处处在凡间 活出了禅意 就在开元盛世的时候 王伟在朝中做官 家中的弟妹 剑刺长成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王伟 王伟此时 可谓长兄如父 照顾弟妹 尽管如此 他的诗歌 一样清新而又亲切 入室而又出室 在冀州 他经过朋友家 恰逢有人 在请客吃饭 此时王伟 说起那天的黄昏 热闹之中 却依然不失宁静 即便是艳客 也不失内心的宁静 这样的人生 会不会太疏落了 不会 因为在王伟的心中 有着真挚的人情味 他写给好朋友张音说 流水如有意 沐勤相与还 让人们看到 两个好朋友 一起谈诗论话的 美好与喜悦 盛世的背后 难免蕴藏危机 即至安史之乱爆发 诗乱与离别 成为王伟诗歌的主题之一 著名的阳关三碟 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王伟送别朋友 离开长安 去安息做官 一路从长安城 送到了渭河边 诗中的渭城 现在还在 即便是今天 从西安开车 也要一个小时 才能到渭城 唐朝的时候 这一路送朋友 大概总要一天的时间吧 临别 还要和朋友 喝酒唱和一下 叮嘱一番 王伟带朋友 亲如手足的真情 由此可见 晚年的王伟 虽然每天 依旧上朝 但是回家后 却以禅坐为乐 在他的房间里 一切清静 只有一张 放着经书的桌子 一套茶具 还有用于禅坐的凳子而已 傍晚 王伟退了朝 就会在家中 点好香 独自静坐 诵经 自得其乐 有一天 他退朝 静坐 忽然停了下来 准备好纸笔 给大弟弟王静 写了一封信 又给亲朋好友 一一写了赠言 劝勉他们学习佛法 修养身心 成就佛道 写完了信 王伟放好手中的毛笔 外如高僧一般 自在离世了 佛法对于修行人离世 称为缘迹 意思是 修行人在这一刻 得以圆满其所修 了脱生死之苦 成全静妙之乐 死亡是极大的痛苦 但是 在离世的这一刻 修行人 以一生信愿行 依止佛陀的教诲 自然正得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生灭灭以 寂灭为乐 躬身立行 人人可证 王伟真的很像 唯摩洁 用看似凡俗的人生 为世人演说 佛教无上的妙意 领受佛陀教育的人生 充满了真情 随缘之中的流露 感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历史上 许多古曲都随风飘逝 后人无缘得闻 但是 阳观三叠 却广为流传 经久不衰 此中真情 由此可见 用随缘妙用的一生 来行道 正道 人生中 无所不在的佛法 让凡俗的生命 得以与天地融为一体 超越生死无尽的轮回 回归光寿无量的本人 王维的一生 虽然观止 不能和弟弟王晋一样 成为宰相 但是 他的快乐 他对文明的贡献 却是王晋 不可企及的 王晋 虽然也非常尊重佛法 但是 却始终未能像哥哥一样 看得破 放得下 王维因学佛 而得以 了脱生死 王晋却因学佛 而被世人所诟病 认为他 打着佛教的旗号 盘剥百姓 兄弟俩同气连之 到生死关头 王晋 王晋却无法像哥哥一样 自在 安然 此中的关键 还在于是否 真诚慈悲 能否 看破放下 人们 人们常说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 个人 即便是 王伟 王晋 这样的兄弟 都依然是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这大概 这大概 就是两位唐朝居士 给世人的 又一个警示吧 学历史 说感应 知善恶 明英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